看着场中气场爆炸的冰冷女剑客,人们忽然想起一件事。 这一次的狼牙论剑,很多人是没有来的,除了找不到的,有是来不了的,找借口不来的,其余最大头的一块缺席者是一族。 人们没有忘记,这两三年来的乾隆第一始终被赤离把持,乾隆榜上一族人的数量并没有比神州人是少哪去。 所以250几个乾隆到场的一共也就几十。 如今的乾隆第四第五都是一族不在场,而下迟迟是第六。 换句话说,其实在王兆林与司徒孝之下,下迟迟本来就是第一人。 这么一想,很多人就觉得我们不上好像很正常,足足等了半盏茶,忽然好多人纷纷转头看向王兆林右手的位置。 被大家看着的那人叹了口气,慢慢站起,红农杨不归,请夏圣女赐教。 不管红农杨贴牌了多少,杨不归,乾隆第七。 如果夏圣女赐有一个最适配的对手,当然是他。 夏圣女赐淡淡道,杨公子来何迟也。 杨不归道,不愿在车轮战的背景里与阁下争锋,这本当是你我个人之战。 旁边紧紧瞪着他看的赵长河微微点了点头,下迟迟面具下的翘脸也有了点笑意,你若胜了我就没有这问题了。 不错,杨不归缓缓提剑,请赐教。 话音方落,蓝白相见的锐芒已至眉心。 蓝的是剑光,白的是衣裳,人剑合一的飞刺,美得不可放物的场面中,感受到的是金布的死亡。 杨不归从来没在同级战斗中感受过这么极致的破灭与锋,几乎回避了白虎这种属性的所有温和方向,取其最极端的杀法。 这种强大的毁灭欲只能说无愧于魔教之称。 但必须承认,真的强,杨不归知道这一剑不能挡,这么强大的破灭,哪怕你横剑隔开了,那惯性都能继续擦过你的咽喉。 他呼得错不闪身,在闪避的同时一件指向下迟迟的面具。 面具下的美眸坚定刚锐,一往无前。 杨不归心中一跳,暗道糟糕。 擦的一声,冰魄划过杨不归胸膛,血光喷溅。 面具一分为二,带着几缕碎发飘散,缓缓露出虎面遮挡之下倾过倾城的容颜。 赵长河豁然站起。 杨不归捂着胸前剑伤,沙哑着声音,是我小看了夏姑娘的战役,该当此败,佩服。 夏迟迟倒吃剑饼,抱拳不打。 终于有人没看懂,又在问王兆玲,这又怎么回事,他俩至于这么一招都过不了吗? 王兆玲默默看着下迟迟绝美的容颜,低声回应,杨兄这一剑本是很常规的应对,这终究是切磋场合,只要对方不想拼命,自会闪避,那也就把他灵力无前的剑势给破了。 然则这位夏圣女,她打的主意是速战速决,不想被消耗太大,所以借由特制面具的防护效果应接下来,勿求一箭破敌。 杨兄低估了她的决意,导致一招落败。 众人都倒吸一口气,看向下迟迟的目光有了点变化。 至于骂姑娘,你那面具也不是什么神物,万一没挡下来,你要毁容的。 不是,卧槽她好漂亮,整个宴会厅哑雅雀无声,看着夏迟迟的俏脸,全都待在那里。 夏日凌空,来河迟也。 她扬威天下,来得太晚了,就连这一次,为的也不是她自己,是赵长河。 夏迟迟并不在意真容暴露,依然平静,接下来还有哪位要来赐教? 还是鸦雀无声? 王兆林紧紧皱起了眉头。 本来杨不归就算赢不了夏迟迟,也必然是可以造成巨大消耗的,接下去车轮战一上,每两个人她就得败了。 没想到此战会是这个结果,夏迟迟除了毁了个无关紧要的面具之外,基本没多少消耗,再这么下去,别说胜场多少了,怕是真有可能被她一个人打穿全部。 而且这妖女极为很辣,两个对手此时都受了不清的伤,她心中很清楚,胜负看的是圣场术,杨不归这类,还是有可能通过各种操作取得比她多的圣场,所以直接弄伤就完事了。 祖中宝物是用来钓赵长河的,可不是用来送四项教的。 即使夏迟迟也是拿去给赵长河吧,那变成王家送上礼物给夏迟迟做人情,冤大头都没这么冤的。 她终于叹了口气,若在下亲自出手,姑娘会觉得我欺负人吗? 夏迟迟一直冰冷的表情,此时却讽刺一笑,王公子是见乾隆,本就是应有之意,你本该像司徒笑一样第一个出场挑战群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为了祖人圣场。 公子到了现在,是不是也有点难受? 王兆灵敏了敏嘴,没有反驳。 夏迟迟淡淡道,既然下场,那变战吧,本做到也不见得逊色于你,何必把自己营造成一个镇压全场的高姿态,恕我直言,你还不配。 这还真确实,乾隆第三和第六,两个人在乱世书眼中已经十分接近。 说是说大家层次相当,月级几乎没什么可能,那也只是几乎。 一个缺乏历练的公子,一个在魔教之中砥砺的妖女,胜负还真不好说。 夏迟迟的话毫不客气,王兆灵却也没生气,只是微微一笑,姿态并非在下刻意营造,只是若连这种自信都没有,这乾隆第三也没脸呆。 在下此站不用兵认,空手对敌,姑娘注意了。 夏迟迟不置可否,呼得身形一闪,再度一剑直取王兆灵咽喉。 气势,招数,角度,完全与刚才次向杨不归的一模一样,凌厉肃杀,破灭山河。 然而,意图是否一样,谁也不知道,这同样是一种心理战。 在旁边包扎疗伤的羊不归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一剑,看能把别人的战况分析得清清楚楚的王兆灵自己身在局中诱饰和表现。 王兆灵的表现很简单,他只是平平无奇地推出了一掌。 刹那间大海狂笑,山河变色。 仿佛天上黑云压城,闭日遮天,然而狂风乍起,席卷而过,向神佛伸出了锯掌,把厚重的云层一扫而空,于是天高气爽,万里无云。 飞射向天空烈日的神剑,恰装在这暴起风云之中,被直接倒卷而退,摇摇晃晃坠如陵雨。 下迟迟如此凌厉肃杀的剑,被一掌直接拍回去了,一个倒翻飞退,绣鞋在地上擦出了长长的痕迹,左手撑地,琴手微抬,眼眸里都是诧异。 这公子哥好像和赵长河反过来似的,赵长河临领大汉,拳掌暂时玩的是小巧琴拿,而这看似儒雅公子的王兆灵,出手竟是这样排山倒海的狂猛。 一粒将石会,玄冲口中的天下刚猛第二,排天阵海之掌。 他用不用兵器,区别其实不是太大。 许多人真是看得如痴如醉,从司徒校赵长河,到下迟迟阳不归,再到如今的王兆灵。 神舟乾隆的风采,在这半个时辰之内打出了璀璨的光,掉起了无数同辈的热血, 此时此刻,几乎没有人再去考虑什么胜负什么颜面,他们也想打。 除了赵长河,他死死捏着刀柄,目光紧紧盯着王兆灵的手掌,生怕接下去的一掌,迟迟接不住。 王兆灵飞跃而过,居高临下,一掌劈向下方撑地的夏迟迟。 夏迟迟猛抬头,常见如龙卷上冲,见起如海啸席卷而上,直冲苍穹。 前一掌可排天云,这一掌能震沧海吗? 不,那不是海啸。 见起呼成螺旋,直钻而上,旁观的人们仿佛看见了一条青龙从滔天海浪之中冲出了龙手,长笑登天。 青龙抬手,他不仅仅是白虎圣女,还是青龙之船。 轰,剑气破入掌风之中,发出刺耳的尖笑。 继而狂风吹散,四散乾坤,下迟迟打着血向后抛爹,呼地喷出一口血来。 背上忽然搭来一只手掌,泄尽,再泄,带着他倒退了四五步,将环绕于他身上的气劲尽数消米。 夏迟迟没有回头,嘴角不自觉就挑起了笑意。 不用回头,就知道除了赵长河不可能有别人。 按理这比武场合不该插手,夏迟迟却没有怪赵长河多事,他知道若没他这手帮助,自己消米不了气劲,要受暗伤。 他的眼光很毒辣,这玄关七八重的战局情况都把握得清清楚楚,可却看不下去,一点暗伤都不想让自己受。 相比于这疼老婆的心意,胜负算得了什么? 那边王兆玲也没有追击,低头看着掌心的一丝血痕,低声道,还真能伤到我,赤手空拳,确实还是拖大了,四象圣女,名下无虚。 赵长河带着夏迟迟后退卸立钟,直接回答,王兄高明,我替迟迟认输。 插手是犯规,但只要认输那就不是问题。 夏迟迟撇撇了撇嘴,却没反驳,一副小媳妇似的样子任他安排,为观众人鼓起了眼珠子。 您刚才不是很冷酷的剑客吗?现在这是在干嘛? 王兆玲也颇有点哭笑不得之感,他该受的力全被你卸光了,汗毛都没伤到,我手倒是带了点伤, 你倒像是老婆挨了打一样。 赵长河 所以赵兄此意,是要替他出战,继续之后的比试不成。 夏迟迟生怕赵长河一个冲动还真参加了, 抢着道,比的是胜场术,又不是淘汰制,凭什么我输了一场就不能继续了。 再来,姐姐你还是歇会吧,场边传来艰难吞咽的声音。 众人转头看去,崔元羊吃得腮帮子鼓鼓的,勉强吞下最后一口糕,我已经快被噎死了。 却见崔元羊站起身来,斩斩手臂,做了个伸展运动,又跳了一下, 清河崔元羊,请天下英雄赐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